香港欠缺护士局面有望舒缓 护士管理局去年10月更新学户临床实习要求 准许学户在安劳院等社区机构临床实习 最多可占总实习时数三成 改变以往只认可普通科登记护士学员 在医院临床实习的时数 护士管理局解释 疫情期间不少护士培训机构 安排学户去到社区机构实习 例如安劳院等 并向护士管局申请认可 相关普通科登记护士课程的学户 在社区机构实习的时数 又说留意到学户实习期间 或提供基层护士服务的学习机会和经验 决定更新临床实习要求 经文联早前进行 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或成效问卷调查 有四乘四受访者认为成效一般 受访者认为最严重的四项安全卫生隐患问题 包括乱抛垃圾、鼠患等 其中有近九成的受访者支持 政府大幅增加店铺左街的罚款 经文联的议 政府检讨有关罚识 同时加强行动、积极执法 包括加强智慧型监控系统 和宣传教育等 养传教育等